大家好,我是Siu Ming,Wellless食品科研究员 快速的分辨已属于高内脏脂肪,还是高皮下脂肪 你的身材是否经常被朋友形容为一粒苹果或一粒梨子呢? 苹果形身材是指下肢纤细修肠,腰部却突出混跃 而梨形身材是指上半身不胖,但下半身胖 两者的区别是在于脂肪的分布 苹果形身材的脂肪主要围绕在内脏周围 而梨形身材的脂肪分布在皮肤下,如腹部和腿部 除了这两种身形,其实还有另一种身形 那就是瘦胖子 瘦胖子的体重不大,四肢不胖 但内脏脂肪超标,有小肚子,身体也没什么肌肉线条 虽然内脏脂肪高的危害较多 但这三者都应该改变生活作品,以维持一个良好的体重和体质率 我先看到宠胖子的一个健康 宠胖子的一个害 ю米 公一千万每年 เร engagements